三纲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战国策有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和一个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在一起 很重要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它影响着你的三观 决定着你是什么样的人 身边人的生活方式 行为习惯 甚至是他们对待事物的看法 都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应该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呢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叶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有人说 了解一个人最快的办法 就是去看看他交往的朋友 很认同作家 韩寒的一句话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有谁同行 一个人能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 一个人能有多成功 要看他与谁相伴 千万别小看潜移默化和耳濡默染的力量 人就是在这种力量中慢慢被塑造出来的 和什么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像高人学观世之法 观世间看万物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 有的人平视 却容易被眼前的纠割和烦恼遮挡视线 有的人仰视 却站在自己的幸福里 苦苦寻找幸福 而高人之所以能不畏浮云遮望眼 是只延伸在最高层 他们学识渊博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善于从不同角度看待事情 自然眼界开阔 目光如炬 看得远 想得深 多与高人来往 是借他们之眼 看到更辽阔和通透的世界 是得到他们的指点迷迹 是在潜移默化中 学习他们的长期思维 东汉末年名将吕蒙 当年正是得益于孙权的劝学 才意识到自己当权管理政务 需要多读书 于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才干和谋略得到了质的提升 不仅令鲁肃刮目相看 也为自己后面的屡屡战功 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俗话说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有时候 高人的一两句话 就能打通一个人 凡乱而纠缠不休的思绪 让人恍然大悟 在迷雾中 渐渐明晰前方的道路 目光长远有多重要 曾有个年轻人 请教一位师傅 什么才是人生的真相 师傅拿了一个石头 让他去菜市场 看看能买什么价钱 得到的最高出价是二十元 师傅又让他拿去玉石市场看看 这次得到的出价高达五十万元 师傅再让他拿到钻石市场 有人竟开价五千万元 年轻人依旧不解 师傅解释说 这是钻石 但只有用看得懂钻石的眼睛 才能看到它的价值 用不同的眼睛 看到的人生真相都是不一样的 你想要什么人生 就得先锻炼什么样的眼睛 正如诗人泰格尔所感慨 我们看错了世界 却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目光所及之处 就是一个人的人生高度 多与高人来往 看待事物学会放眼凉 方能更有洞察力 更能明确自己的目标 更能看到自身的不足 查缺不漏 为未来叙事 向能人学处事之道 能人既是指 有一技之长的精英 树叶有专攻 如果你有机会 跟自己最新的领域大师切磋 你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 有人说 哪能啊 这不是班门弄斧吗 这让我想起了文明全世界的数学家 华罗庚一贯的主张 弄斧必到班门 为什么呢 原来对于不懂行的人来说 炫耀自己的技能 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 但若是能得到业界大师的指点 就能进步得快些 若有幸得到肯定 则更能增加自己永攀高峰的信心 何乐而不为呢 能人也是指能把事办好的人 一个能把大大小小的事情 处置妥当之人 必是一个有才干 有担当 情商高的靠谱之人 做事 人人都会 但把事做好 就不见得了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 指的是那些办不好事情 还把事情搞砸的人 能人做事 面面俱到 四平八稳 让人放心 舒心 欢心 蔡康永的父亲 就是这样的人 他请客时 会顾忌每个宾客 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比如说 讲笑话 逗客人开心 为大家挑选当季美食 让大家相处之时 其乐融融 舒服自在 周到的待人接物 是永不过时的修养 勤与能人共事 就能发现 他们的处事之道 很有水平 别人没考虑的 都考虑到了 左右逢源 解决各种突发问题 游刃有余 将局势 稳稳掌握在自己手中 勤与能人共事 学习能人 诚实有余的智慧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人的一生 大有弊异 向夫人学乐观之心 夫人慈眉善目 眼中有光 口中有糖 一走近 就让人如玉清晨的阳光 驱散黑暗 温暖明亮 常与夫人相处 会被他们身上的 正能量所感染 行动也会变得积极正面 一秀才进京赶考 考试前做了两个梦 在墙上种菜 以及带了斗笠 还打伞 跟第一个人说后 第一个人劝他放弃 因为墙上种菜 就是白费劲 带斗笠又打伞 就是多此一举 秀才听后很不高兴 后来跟第二个人 说起了这件事 第二个人说 墙上种菜 就是高中 带斗笠打伞 是有备无患 秀才一听 不禁精神振奋 积极备考 最后居然种了炭花 常与夫人相处 心就会像经过 浸染和洗涤一样 变得澄澄正亮 最近朋友陈澄 一扫之前的垂头丧气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好了不止一倍 眼神明显地 从之前的黯然失色 变得炯炯有神 我好奇一万才知道 他最近一直跑去 爷爷奶奶家 爷爷喜欢临摹一些 有趣的画 这段时间 他在临摹画家 大增地打油诗画 爷爷常常编画画 便对他高声朗读 人生苦短要珍惜 健康快乐数第一 百年之后墙上挂 赚钱不过是游戏 笨蛋碰见小傻瓜 人生伴侣就是他 精明长节烦恼果 糊涂倒开幸福花 逗得正在栽花弄草的奶奶 跟他哈哈大笑 晨晨说 爷爷奶奶有一股 无形的力量 帮他驱走无畏的烦恼 让他得以轻装上阵 所谓服人 不正是如此吗 总能在谈笑间 让所有的不快 灰飞烟灭 总能在言语间 抚平人心的一道道伤疤 总能在不经意间 将平衡的力量 传递出来 人是很难看清自己的 唯有在与人相处 与世周旋的过程中 反观自己 才有可能明白 多与高人来往 学观世之法 看更宽阔的世界 勤与能人构世 学处事之道 修更周全的思虑 常与服人相处 学乐观之心 得几分安静甜淡 与朋友们共勉 为了可以更好的 与大家互动 现在深夜读书 已经在Facebook 开设了粉丝专页 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 去添加一下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 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变得更好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声的喊着 说过要去远方 定要看看 色彩的天堂 在历天最近的地方 将所有悲伤埋葬 以为青春就 顺势有了方向 可是青春 总是那么多变数 总在冲动时 爱上那个人 总是失去自己 总又失去了你 许下的誓言 太美太响亮 却无处安防 可是青春 谁又舍得跨过去 总是那么多变数 总在冲动时 爱上那个人 总是失去自己 总又失去了你 许下的誓言 太美太响亮 却无处安防 却无处安防 谁又舍得跨过去 是不像平常 江波般的滋味 离天最近的地方 不一定是天堂 青春 虽无怨无悔 却无处安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